接下來這首歌的主角葉勇志 在昨天 結束他短暫燦爛 是覺得非常有巨大影響力的一天 我想像如果 過了21年後他還在的話 也許他也會喜歡唱歌跳舞 也許我們也會因為音樂而相遇 因為勇志的故事連結了我們 也許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強者或弱者 只有像玫瑰少年一樣的愛著鼓勵我們 其實我們都一樣